本短片为观影后的钟雷心得 可能有很多剧兔的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刺杀钟雷战一步相当迷幻掉掉 集聚马格罗比精神分裂表演风格的杀手电影 到底是在演些什么呢 就跟着W介绍了一探神秘的兔子洞吧 这部由小丑女马格罗比所主演 由一颗片是完全看不出来 到底是在演什么风格独特的惊悚电影 如果有跑去看的朋友 想必十字八九都是为了小丑女去的吧 而电影一开始的镜头 跟前倒一颗片看到的几乎是一样 就是这段马格罗比踩着高跟鞋进来 旁白呢 则是来自于路易斯卡罗 也就是取材自爱丽丝梦游仙境系列的名言 而且没有错 虽然这部电影不是奇幻电影 但是里面却是满满爱丽丝故事里的奇幻隐喻哦 说在的如果各位看官是喜欢小丑女的来看这部电影就对了 虽然不是今天的动作片是比较偏属于玄移剧情片 不过里面有马格罗比贯穿全场的演出 而且可以看到马格各式各样的变装 邮电揭开序幕之后就看到主要是以马格罗比饰演的安妮 这位神秘的女主角的观点来揭开一场计划 场景是在一个告解室里面 一边是被称为神父的男人 一边则是安妮 当然安妮打扮着这么艳丽又抽烟的 一定不是来告解的咯 这里安妮是在向神秘的杀手老大毛遂自见的 也后面一点的剧情可以知道的 神秘的老大是一个叫法兰克林的人 而安妮在一个新面孔 想要来向老大讨一份菜式来做 其实是长得这么漂亮的美女 人家当然不可能这么快就信任她了咯 不过安妮也是有备而来的 她向老大提出了一个计划案 希望老大可以给她一个表现的机会 她会借由举业台面上的其他竞争者 来证明她才是可以胜任的最佳人选 虽然故事就是如此 有安妮这样一个面试的场合 起了一个让大家摸不着头绪的开端 而之后其实每一个桥段都是这样 每一段大家的对话都像是隐含的秘密 虽然剧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关联 但其实生不可受的阴谋是正在构筑行程当中 整部电影的角色场景并不多 主要就是在一座车站周边所发生的事情 故事其实可以分成两个主要轴线 而且分别是被解析成怒干断落 然后透过安排是彼此不断的交错进行着 其中一个看到的是赛文佩奇饰演的比尔 是一个得了绝症快要死翘翘的英文老师 完成师原本是在车站月台闲晃 没有目标就是想搭列车离开这里 不过在热心车站管理员的建议之下 转而是跑去车站旁的咖啡减仓店里杀时间 然后就这样车段的故事先 就是认识了里面的服务生安妮 两个是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话桥段 故事的另一个轴线是看到了安妮与其他几个杀手接触的过程 包括了尼克莫兰饰演的伊林 以及戴士特菲查饰演文师 麦斯安斯饰演阿福的两人组合 在这段故事轴线里面 首先是伊林被安妮假扮的妓女色诱 在警察之后发现被五花大绑 然后接着就被安妮给干掉了 有这样的行动只可以看出 这条轴线是由符合了安妮一开始的提议 推测就是安妮要应付的竞争者之一 而且这些人对安妮是毫无戒心 是一步步掉入安妮的死亡陷阱 我们是安妮是一堆师徒的杀手搭档主 而我们是对什么事情都不满 是一个说话尖酸粗鲁的老手 带着年轻小白脸 有一点天真稚气的阿福 两个人是在等新的任务指示 而由他们两个人口中 是可以知道法兰克林先生这号人物 不过到底神秘的法兰克林是谁 没有人知道 每次指派任务时 都是透过放置在车站置物箱里面的 黑色公事包 并且利用变身过的录音来下达指令的 由于法兰克林是一个大人物 所以对于可以接到法兰克林的工作 两个人当然是相当高兴的 比名是路易斯·卡罗 英国人查理斯·路特为奇到其身 似乎全入作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 而为虚目的开场 这部电影是引用了爱丽丝里面众多元素 来架构另一种奇幻金手的故事剧情 像在这里 文斯与阿妇收到指示之后 是来到了一间名为 老拉宾不容许的夜店 就像爱丽丝故事里 引领爱丽丝掉入奇幻世界的兔子一样 文斯与阿妇两个人是被牵着着 并慢慢掉进了夜色霓虹的陷阱里面 这里面看到了阿妇 一下子转台过来这里 并变身为花名是邦尼的钢管辣妹 而除了邦尼 连带里面 另一个叫孔雷后女生 其实通通也都是兔子的意思 在这部电影里 故事都是发生在颓废夜色之中 各场景是运用了各种色调灯光 并搭配成是五彩霓虹所形成的奇幻世界 文斯接收了法兰克林的指示 要他们两个人住进一间饭店里面 并等候通知要暗杀对面窗户的目标 另外指示里面也提到 在任务完成之后还要文斯干掉阿妇 马格露比不但是主演的女主角 其实也是这部电影监制群之一 而电影里面 马格相当神经质的演出 让人摸不着头绪无厘头又黑色幽默的表现 简直是可以比尼自杀突击队里面的小丑女 在与比尔互动的桥段 阿妮一直怂恿比尔自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是一两个人不断的对谈说话 搭配了像是一些舞台戏剧的效果方式 聊到了许多生死的议题 另一方面 阿妮是透过勾引阿福不断的挑拨阿福与文斯之间的关系 所以看到了在房间里面 两个人紧张的情绪是逐渐升高 而其间也带出了来自于爱丽丝尽忠奇遇里 海象与木匠章章节的诗句 也是隐喻呢 文斯与阿福的下场 可能会像是爱丽丝故事里的牡蛎一样吧 而下一段预购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的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到电影 或是想保留一点神秘感人 建议可以看到这里就好啰 第二故事看到后面大家才会发现 这些原来都是安妮设下来的局 比尔后来才回想起 安妮原来就是她以前在过院教的学生 但其实比尔是一个有问题的老师 对小安妮动手动脚的做了一些龌龊的事情 所以安妮设计这段就是为了要报仇 而比尔想起这些事情时已经是来不及了 比尔被安妮干掉 并将她推入一个大洞里面 文斯与阿福这边由他们拿到指示开始 推测也都是安妮搞的鬼 表面是一件执行法兰克林的暗杀任务 但实际上是安妮要挑拨两个之间 所以我们的阿福干掉文斯 然后安妮再干掉阿福 就这样安妮是完成了她的计划 并得到了法兰克林先生的信任 然后在大家以为故事大概就这样结束时 一个剧情大逆转出现 随着麦克曼尔斯饰演的车站管理员 吹着口哨准备要收场时 大家才发现背后一直在看好戏的 神秘当老板法兰克林原来一直装扮成不起眼的管理员 混在大家身边并一直监视着大家 不过就在法兰克林卸下伪装准备收工时 另一个大逆转紧接着出现 安妮突然现身在背后并袭击了法兰克林 并揭晓了故事也到莫忘终究还是安妮 而且不只是一个还出现了两个安妮 原来安妮她们正对双胞胎姐妹是法兰克林的女儿 但由于法兰克林杀害了她们的妈妈 使她们流露到过院发生了一连串不幸的事情 所以当她们无意间发现了法兰克林的下落时 以及黑暗的复仇计划便由此展开 所以说总结起来 全部电影是一个异色奇幻朴硕迷的复仇故事 电影的结局也是风魂入转 双胞胎姐妹终于是报仇雪恨杀了自己的老爸 而双胞胎肯推测应该也是来自于爱丽丝里面 故事里说海橡皮木匠故事的就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另外电影中口哨吹的曲子是 《丹尼男孩》是一首英格兰民间小调 是常被用在葬礼送中时 这些种种典故与联想提供给大家参考 是代表了除了诡异与奇幻的剧情之外 这部电影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是有着还蛮值得大家玩味的隐喻层面哦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